宜蘭縣有一名國中生 109年11月中途離校 在校外墜落過世 校長控訴孩子疑似被導師霸凌 精神崩潰才會發生了憾事 也認為實施相互 關關相互招監委陳情 監察院教文社福及未還聯席會議 是3日通過監委田丘警 暨慧容的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學校的為師 縣府沒有去時懲處老師 督導不周 提案糾正 而監院日前也通過了糾正 控訴孩子被扳倒霸凌 精神崩潰才發生憾事 控訴孩子墜樓當天 消失三節課 學校毫不知情 明顯舒適卻被宜蘭縣府包庇 安安的母親去年中置監院陳情 根據監委田丘警 暨慧容調查報告 校方對安安何時離校無從獲悉 學校有監視設備 卻未發揮效益 而扳倒早無霸凌情勢 另一名客人老師設不當管教 田丘警指出安安缺客明顯 扳倒未盡輔導責任 而事發前安安自殘多次 校方沒有校安通報 沒直接進三級輔導 警覺性不足 縣服也沒重複檢核 而校方三次成績考核會決議不懲處兩師 但教育處召開專審會調查決議繼申戒 卻因為公文延遲經縣府申評會決定 撤銷原本的改和決定兩岸不懲處 教育處有重大輸責且督導不力 監院提案糾正通過 田丘警說從此案看到面對很敏感的孩子 老師警覺不足 對自殺防治的知識不足 加上親事無法好好溝通 導致憾事 人本基金會指出政府表示持續投注資源 但重點是如何到位讓孩子能在任何一個環節被接住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林靖倫 臺北宜蘭報導 視頻